你家小孩如果厌食挑食 这个汤一个月至少要安排两次给他喝 准备一斤猪小肠 用面粉给他抓一抓 可以去除炼液及苦涩味 再用清水把它冲洗干净 这个汤呢 在我们闽南给小朋友调理脾胃 真的是相当棒 小时候我妈教我拿小肠来打成小辫子 今天呢我来传说给你 每天不知道吃啥做啥 记得点我头像旁边的家好收藏 毕竟更新了700多道详细美食 有这样的字眼不要错过 学到就是你赚到 您要是方便点个小红心支持一下吧 谢谢 小肠先过一遍水再捞起来清洗一下 炖汤您得用砂锅比较营养 加点生姜 准备胡令 炒山药 芡食 莲子 这些个食客 这四样就叫四神 盐药提前放 清水加至九分板 后盖小火煮一个小时 煮完剩下半锅汤刚刚好 小孩挑食不是因为你菜做的不好 也很有可能是因为它消化吸收没有到位 相信我 试一下您就知道了 做的不好 请供参考